大家好,新精頭先和大家拜個年 祝大家身體健康龍馬精神 疫苗推出之後,有不少人擔心用新技術做的疫苗 例如Pfizer,BioNTech這些就用mRNA 牛津和J&J就是用DNA 這些就牽涉到基因技術 很多人就常常擔心這些會不會改變我們的基因 令到我們生癌症等等 這些擔心我覺得情有可原 不過我也覺得這些不是很有理據 原因大家可以看看我之前拍的影片 既然你擔心的話,好消息 因為最近有一種新的疫苗將會推出 這種疫苗是用傳統的方法來做的 大家應該會對它有信心 這個新的疫苗就叫Lovavax 這是一間比較小的藥廠 相對比較小的,在美國馬里蘭州的藥廠 研究成功的 它的原理其實跟我們經常打的 乙型肝炎疫苗差不多 他們在實驗室裡用一些培養出來的昆蟲細胞 在裡面用一些技術 叫細胞做新冠狀病毒的S蛋白出來 大量製造 然後將這些S蛋白打進人體裡 引起一個免疫反應 從而去保護我們 不過你說這個疫苗完全是傳統方法呢? 又不是的 它是有一點新的方法 它特別在於什麼呢? 當我們當我們紅色這些 一粒粒這些就是S protein 即是激蛋白 即是新冠狀病毒表面那些一支支的東西 我們在實驗室裡做了一大堆激蛋白出來 如果我們就這樣把這些東西打進身體裡 當然它是激蛋白 但看起來怎樣都不像完整的病毒那樣 為了加強疫苗效果 令到我們身體免疫系統 認得這隻應該是新冠狀病毒 我們用一些我們叫納米粒 用一些Lenoparticle 我們就將這些製造出來的S蛋白 黏在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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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這樣就更加像一隻病毒 我們就將這些帶著S蛋白的納米粒 打進人體裡引起免疫反應 應該就比較好 還不止 我們為了加強免疫效果 我們就會再加一些東西 我們就會加這些東西 看起來好像有一種藥丸 那樣 這些效果其實都是差不多 它我們叫做Adjuvant 就是用來刺激免疫系統 加了這些下去的時候 它就會更加令到身體的免疫反應更加大 很多時候疫苗都有的了 它其實是由一些植物提煉出來的 大家就不用擔心 有否有化學物 不天然的成分 那樣 這個就是一個完整的Novovac疫苗 打了下去 就能夠產生一些理想的免疫反應 那我講一講結果 這個研究 就在三個不同地方進行 一部分就在英國進行 一部分就在美國進行 另一部分就在南非進行 英國就已經完成了Phase 3 即是第三階段 最後階段的研究了 那南非那裡就去到2B 那美國那方面就還在招勤人 那英國的一個研究結果 就牽涉到1萬5千人 那由18到84歲都有的 最終呢 就發覺這萬5人裡面 有62個人就確診新冠狀病毒感染 大部分都是輕微至中等病徵的 確診的人裡面 就有56個都在安慰劑組 即是沒有打疫苗那組 打了疫苗那組的人裡面 只有6個確診 那這群人裡面 只有一個是嚴重的病症 那這一個人就是在安慰劑組 即是沒有打疫苗的 如果我們計算的end point 即是計算的結果 就包括所有有病徵的人 就是輕微也好 中等程度也好 嚴重也好 所有都計算的話 它整體的效果就是89.3% 大家最關注 究竟現在有新變種病毒 這個疫苗究竟對新變種的病毒 有沒有功效呢 研究進行的時候 英國已經有相當多的變種病毒 分拆了研究結果 就發覺這個Novovac新的疫苗 對付原本的新冠狀病毒 有效的機會率就相當高 達到95.6% 而對付英國最多的新變種病毒 效果都達到85.6% 有些人一定會說 這個Pfizer、BioNTech和Moderna 那些疫苗效果達到94-95% 我當然是等那些才打 大家不要忘記 Moderna和Pfizer、BioNTech的疫苗 研究進行的時候 沒有這些新變種病毒出現 所以那個94-95% 在新變種病毒身上 是不是真的能夠達到呢 都未必一定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Novovac 它對付原本的新冠狀病毒 去到95.6% 對付英國新變種病毒 都去到85.6% 我覺得其實相當不錯 至於副作用方面 在藥廠發表的新聞稿裡面 就說明顯重大的副作用是不多的 發生的機會 就是在兩組人打了疫苗 以及只打安慰劑的兩組人之間 其實發生的機會都差不多 就是說 整體來說 就不是很明顯 有些大問題 那麼這個研究呢 在南非那方面 就進行到第二B階段 這裏的研究結果 牽涉到4,000人左右 這4,000人裡面 就做了初步的數據 看出來 那個疫苗效果就差少少了 在一些HIV negative的人身上 疫苗的效果 就大約60%左右 在HIV positive的人身上 就再低少少了 但是這個呢 都在說包括了所有輕微中等 那些嚴重病症的人 如果只是計算嚴重案 就是要入ICU 死亡等的個案 那些4,000人裡面 只有一個是嚴重重症的 那一個呢 就在這個安慰劑組合 打了疫苗那組人裡面 是沒有人重症的 有一件事值得提一提的 就是在南非那裡 他們發覺參與研究的人裡面 有部分人 就之前感染過原本的新冠狀病毒 有部分人感染了原本的新冠狀病毒 都會再次被這個新的南非變種的病毒感染 即是說可能會重新感染 但是新感染的那種是變種病毒 即是說天然感染的保護未必最好 尤其是病毒不斷變種的時候 天然感染之前的病毒 就未必能夠保護你去對付到變種的新病毒 但是反而打了針 就能夠比較有效 可以預防新病毒 那所以呢 為什麼美國方面的指引 都是說即使你感染過 都建議你打疫苗就是這個原因 講完一輪數字 可能很多人都是聽不明白的 不要緊要 我總結一下 這個Lovavax 它是用一個比較傳統的方法 用一個傳統的平台去發展出來的 如果大家對新技術 MRNA疫苗或者牛津 J&J那些DNA疫苗有戒心 有擔心的話 應該你會比較容易接受 這個Lovavax的新疫苗 第二方面 這些疫苗也不需要超低溫 比較容易運送、儲存 疫苗的效果應該比較容易維持到 第三 這個疫苗對新變種病毒 比如英國、南非的新變種病毒 都是有效果的 當然它未必說完全能夠預防感染 但是對於預防的嚴重重症 入院、入ICU、死亡的個案 看來都是相當有效的 好 很多人聽完之後 你都很hard sell這個疫苗 我上次講完J&J的疫苗 都很多人這樣罵了 但是不要緊要 因為我們現在只有藥廠的新聞稿 賣花、讚、花香 真的有機會藥廠 可能是報喜不報憂的 不過不要緊要 這個疫苗始終都要去 比如美國FDA申請 Approove 申請Approove的時候 藥苗的所有資料 即是它給FDA去批准的所有資料 在他們開會決定 是否Approove之前 那幾天就會上FDA的網站 大家如果有興趣想看出所有的資料 到時可以上FDA的網站去自己看 而如果你身在美國的話 FDA的會議 Approove這些疫苗 也是公開給公眾 大家也可以看到過程 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好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請你留言、點讚、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